7月对于房企而言更像是一个火药桶 房企的海外债违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接二连三的爆雷不少人都看麻了 不过虽然还是爆雷 但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那些已经爆了的没爆的 爆了以后被救活的 撕了以后榨湿的 这样迎来回暖曙光的房企们 都要集中在这个时间里爆发 隐性最先点燃的是一家体型庞大的闽西房企 自此新的一轮爆雷潮似乎也要拉开序幕 7月份中国房企美元债 到期规模达到了65.57亿元 远超下半年其余五个月份 原本熬过了上半年 房企们想着下半年的日子会好过些 但摆在面前 海外债正要成为他们的生死节 为什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 众多房企深陷海外债务泥潭 他们欠的海外债总额有多少 不还的话 美国人真的无可奈何吗 地方都在想办法救房企 但还会有多少房企会倒在还债的路上 大家好 我是据说长得像年轻版的一名的猫将 你们也可以叫我猫天王 简称猫王 这是我们中国地产启示录的第二期 点个关注 带你穿越资本迷雾 洞察楼是真相 我们先来看看美元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美元债是指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发债方可以是企业 组织和国家 买方可以是个人 企业 组织和国家 在中国 外汇是受到某种程度的管制的 所以中国企业发行美元债券 指中国企业在境外市场 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来筹集资金 并在约定期限内归还美元计价的本金和利息 发美元债的一开始主要是国企 比如国家电网 中石化 工商银行等 还有BAT一类的互联网巨头 境外投资者们虽然很挑剔 但还是很欢迎优质中国企业去借钱的 他们看好中国优秀企业的发展前景 从2016年开始 众多房企加入了发美元债的行列 那时候 中国房价的涨幅 就像吃了血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规模化 开发商是借钱开发一时爽 一直借钱 一直爽 一开始 他们借钱的主要渠道 是国内金融机构 借着借着 国内地主家的余粮也不多了 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钱 借不动了 于是 大家就琢磨着去海外弄钱 毕竟那几年的房地产商 财报亮眼 日子风生水起 足以通过相关机构的审核 相对于国内银行的抵押贷款 海外债务确实有非常大的优势 比如限制条件少 流程简单 速度还快 美国三大评级公司 分别是标普 惠普 穆迪 在经济状况稳定的时期 对于来自中国的企业 往往都能给出不错的评级 说白了 你要钱 我就给你 更重要的是 成本低 一方面是境外的低息环境 降低了所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降低了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是汇率因素 人民币的升值 使得境外融资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 猫将 我的公司金角财经在中国 赚的是人民币 我以3%的利率 介入1美元一年 此时的汇率是8元兑1美元 我花了8块钱 到期应该还1.03美元 一年后 由于人民币升值 汇率变成7元兑1美元 而我只用还7.21元 也就是说 不考虑融资成本等其他因素 因为汇率的原因 以人民币计价 金角财经借钱 根本没有利息 甚至还赚了 虽然这个例子 却为夸张了一点 但这就是汇率优势 降低成本的效果 房企们哪能错过这等好事啊 2016年 房企海外发债规模为82.99亿美元 一年之后 这个数字翻了近5倍 此后数年 房企海外发债规模 持续呈现上升趋势 地雷也就此埋下 彼时财大起诉的房企们 大概不会想到 好日子会这么快就到头 2018到2019年 发改委多次发文 限制房企外债资金 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 明确房企发行外债 只能用于置换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 中长期境外债务 紧接着的2020年 三条红线出台 对房企的债务规模增速 做出了明确限制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眼下和明年 就是集中兑付期 曾经发债有多爽 如今还债就多通 从过去的2020年 到未来的2024年 中国房企们仅在海外债上 每年平均需要兑付的金额 就高达近3000亿元 还得起吗 你觉得呢 恒大还不起 2021年 在苦苦坚持了一年多之后 恒大还是出现了 首次美元债违约 金额到2.5亿美金 澳元也还不起 2022年1月 澳元宣布 共私支总金额超 10亿美金的美元票据违约 即将进入债务重组阶段 富利也还不起 今年6月 富利甚至一口气 发起了10个展期邀约 未尝本金 总规模高达49.4亿美元 最不可思议的是 连2024年才到期的债券 富利都选择了提前展期 实在没办法了 2021年 至少10家房企 发生海外债实质违约 违约债券金额超63.4亿美元 其中不乏家照业 当代之业 花样年 华夏幸福等知名房企 钱是还不起 但是也借不到 曾经借新还救 是房企们百事不爽的杠杆游戏 支撑着这个行业的高速发展 现如今这招不灵了 2021年下半年以来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 陆续对多家房企进行评级下调 展望负面 高达250余次 穆迪甚至在去年10月 一个月内下调了29家房企的评级 不少国内龙头房企 也未能幸免 对此 有房企选择躺平 又有房企选择了反击 撤销评级 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一大批房企 都因此失去了 在海外市场发债的机会 整一个5月 房企新增海外债的金额为 0 为什么海外债容易引发问题 因为海外债是刚性兑付 国内的债务处理办法很多 可以实物兑换 申请延期 银行还可以集体损失 有时候缓一缓 融一融 斩一斩 是可以过去的 但美元债不一样 一旦房企还不上钱 海外评级机构 就会下调评级 如果债务到期真还不上 海外债权方 就可以向房企提出破产申请 并带动其他债券投资者 加入其中 如果真这样 那这家房企 也就构成了实质性违约 影响的不仅是自身 以及同样在海外发债的房企 甚至还会影响到 海外发债的中国企业 比如碧桂园 就是受害者 由于一系列的 中国房企海外债违约 常债能力稳健的碧桂园 也被目的 将债券评级 调为垃圾级 这对于还试图在 海外进行融资的企业来说 评级调降 是个巨大的冲击 当然 那些都没法活命的房企 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都快死了 哪里还管你 会不会继续借钱给我 躺平 不还 是不少房企 现在对待海外债的态度 海外债最大的债主美国人 真的无可奈何吗 债主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强制要求企业还钱呢 拜托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若是走法律程序 那么可以申请企业破产清盘 6月27日 恒大就被投资人 向香港最高法院申请清盘 在此之前 大发地产 花样年 均被提请清盘申请 既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催债 那为什么其他房企 却不会跟债权人走到这一步呢 原因是 很多房企 即使清盘解散了 也无法全额支付投资人的本息 投资人不愿意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希望给房企一定的时间 以时间换空间 如果房企后面经营好转 有正向的现金流 就可以还钱 但目前来看 大多数房企 都处在生死边缘 当房企 由于资不抵债 被清盘解散时 由于美元债 多是无抵押的信用贷 属于普通债权 清长顺序排在最后 投资人的本息 难以全额返还 结局好一点 也只能按比例部分返还 所以如果房企不还钱的话 美国人还真的无可奈何 那些还不上海外债 也借不了境内债的房企们 还能从哪里搞钱呢 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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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傲的事情说三遍 这可能是许家印 和众多房企老板手里 唯一的救命稻草 同策研究院就曾表示 从信用债的融资缺口来看 未来两年到三年内 都存在融资缺口 只能靠项目销售回款来偿债 也正因如此 各种磨坏卖房的新闻层出不穷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上一期的视频 房企拼人老命卖房 地方也劳心劳力的出政策 有用吗 有用 的话就怪了 2022年1月到5月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 分别下降23.6%和31.5% 其中 住宅销售额下降34.5% 无论如何 只能说是下降趋势放缓 虽万科预量的那句 短期市场已经触底 说的很高明 但是没有说这个触底是对谁而言 又要持续多久 如果是对于头部房企来说 却有一定的反弹迹象 如果是对中小房企来说 触底可能维持上早 2020年全国共计有408家房企破产 2021年这个数字是343 7月还会有多少房企 倒在还债的路上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你们的看法 请大家三连支持 我是猫匠 我们下期再见